哈喽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成功并不是一夜爆红 2020,锦衣之下凭借着男女主的演技杀出了一条路 这也让人家伦再一次爆红 她在这一部剧当中的眼神开车又俘获了一群锦衣奶奶们的心 然而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夜爆红 我们只知道她现在很红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她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我们只知道她演的剧收视率好 但是不知道她曾因为拍戏摔断过尾锥骨 我们只知道她获得了最佳的男主角奖 但是不知道她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工作了 她说自己每天能够睡五个小时就很满足了 知道自己有肺炎,为了不耽误拍戏 每天会很早的去打调频 夏天拍戏一个月中暑八字 直到自己累得晕倒 在她没有名气的时候 做一道菜能够吃三天 一桶泡面能吃两顿 在录制新武林大会的时候 腿上有旧伤 尽管很疼也不辞辛苦的恋舞 直到累得孙子贴在了镜子上 在拍景之下的时候 全公司都去旅游了 只有她一个人在剧组 装花了也只能自己补 在建一个广告的时候 因为自己没有名气 别人喝的是淡盐的果汁 而她只能喝矿泉水 她说既然选择了演员这份职业的话 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不能半途而废 也不能够浪费自己的时间 她的爆红是必然的 也是她值得拥有的 虫粉的大男孩 了解人家伦的都知道 她是一个实锤的暖男 她说在海边长大的男孩最冷静 如果你们遇到任何的风浪 我来替你们扛 她真的很爱她的家人们 她说我粉丝的名字啊 我一定要画的 没他们没我呀 她很关心粉丝 在剧组看到粉丝会去买水 她粉丝失望 即使是自己在累也会直播 直播的时候呢 不让粉丝刷礼物 会跟粉丝唠嗑互动 学会了新技能 会第一时间展示给粉丝看 有粉丝说 我会等你 她就笑着说 我 你们怕是等不到了 希望你们都能够遇见好的人 粉丝说不喜欢她的发型 她就熬夜做头发 只为了让粉丝开心 粉丝说她穿绿色的衣服好看 本来也只是无意的停影下 她却把这个放在心上了 后来的几天呢 穿的都是绿色的衣服 粉丝说 不喜欢她在机场戴口罩 于是呢 她在机场就尽量的不戴口罩 粉丝喜欢的舞蹈啊 她会认真的去学 粉丝喜欢的事情 她会认真去做 这样一个成粉的大男孩 凭什么不能爆红呢 有担当的好丈夫 她说 男人要有担当 如果你这个顶梁柱都垮了 那么这个家怎么办呢 未来自己也要撑起家来 所以呢 父亲不让我哭 她与妻子聂欢 于2011年相识的 那时候的她呀 只是个小透明 他们在一起练舞 一起唱歌 在她事业低谷期的时候呀 许多的人离她而去了 只有聂欢 一直陪着她熬过了五年 而她在事业有成的时候 选择公布恋情 给这个女孩一个名分 她在微博当中写道 相识的那天 阳光正好 就这样牵手五年 未来的每个春日 每个冬夜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 聂欢 在看到网上有人骂聂欢的时候 她第一时间出面成心 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们 她很善良 没有心机 没有心眼 我们就想命迷淡淡的 好好过日子 网上的负面新闻 全是假的 远离谣言 她和聂欢 会牵手在海滩上散步 她有两部手机 有一部呢 只是专门给聂欢 发消息的 她不为流言蜚语 不怕事业遭受挫折 只为给她心爱的人一个名分 她说如果真的到了爱的不行的时候 我会说我这一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 这样的专情在娱乐圈是很早有人做到的 我们都在遗憾任嘉伦的一年早婚 却不知道她只是为了给聂欢一份安全感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